这话是第七次上课 上个礼拜大概几个重点 当然包含就是 日期年历的范例 如果也是延伸性的需求 就是说有同学 经常会遇到 要快速的插入空白列的话 如果说刚好 我们希望在某个列 某个列的范围 要插入空白列的话 那该怎么做 当然如果你用 不用回圈的方式来做 变成你就是要自己手动 那当然如果列数很多的话 那相对当然是 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这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你要了解 什么叫列的物件 所以这地方第一个 你要知道Ros Row加S 后面刮五的话 就是第几列的意思 那点后面加上什么呢 如果你要插入列 就点Insert 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就点Delete 这个I指的是 它是哪一列 它就可以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个列 是要做插入列的动作呢 还是做删除列的动作 其实还蛮好用的 尤其像 像之前 除了用插入空白列跟删除空白 它蛮常用就是删除那个重复列的时候 比如说两列 一样的 我要把一样的资料删掉的话 那当然你以前你用手 用人工的方式可能要很耗费时间 但如果说你可以写一个回圈 记得一定是反向回圈 有没有 从下面插入的话也是 插入跟删除都一样 从下面 这样往上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不会影响到你那个之后的列 因为如果你从上面插入的话 它就往下移动了 那删除会往上移动 那当然会乱掉 所以如果你反向的话 那就没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列的部分 那其他的话 我们讲到有关那个数学相关的 里面比较重要像那个三米符 三米符函数 那三米符函数其实就是帮我们做累加 OK 那累加的话有一个条件 就是上 后面有一个函数 的一个整合 OK 那如果你今天不用那个 这个一世有函数的话 其实VBA里面也有这种累加的概念 也就是将来如果说你 你假设资料量更大 或者是说呢 像那个三米符 它只能够单一个条件 那如果说你有多条件的话 像我们就遇到就是 如果宜兰或苗栗的话 那两个条件呢 其实相对 用VBA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 或者甚至资料量更大的时候呢 还是建议用VBA比较适合 如果你资料量小的话呢 其实也许可以用那个函数 大概可以充数啦 但如果说未来资料量大的时候 还是建议用 还是建议用所谓的VBA 那VBA怎么去做累加 OK 有没有 Sum等于Sum加 加上你要累加的那个储存格 OK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用到所谓的那个Cone If 所以在Sum If里面还有什么Large 跟Small 那Large跟Small 指的就是说呢Large嘛 顾名是最大的 那它比那个Max多一个参数 就是第几 也就是说你从大到小排列 然后呢你要抓取的是 从大算起是第几 排第几 那Small刚好颠倒 那去抓到前后三名的工资的总和 OK 那当然我还有提到一点 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一般书里面没有特别提到 如果说我今天呢 VBA要取用Excel的函数的话 该怎么做 那你想说为什么要取用 因为VBA的函数啊 跟Excel的函数其实不相通的哦 OK 不一样的哦 也就是Excel的函数那一百多个 那 VBA的函数一百多个 那Excel里面的函数有两百五几个 那也就是说了 如果你在VBA写函数啊 有的时候你可能要转 像之前我们用Excel用Find嘛 对不对 那在那个VBA用什么 用那个Instree啊 有没有 INSTR嘛 但有些是一样的 像MID MID MID 那VBA也有用MID 有些一样 有些不一样 那有一些有 有一些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 VBA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那怎么办 你可以哦 用呼气一下两个方法啦 要不怎么样 你就丢一个公式 到某一个储存格 一定要是储存格啊 因为丢到变数 丢到变数里面 他不会执行 然后再去取得他执行完的那个结果 这也是有点像 我用Excel帮我做出结果 那我就有这个资料了 像那个Large跟Small OK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啦 那个方法比较冗长 你必须要什么 用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Large 这个方法 那这两个的话呢 在云端白板上面也都有 OK 所以可以两者都试试看 尽量反正就增加 自己在使用这方面的那个功力啦 因为其实有太多可以用的功能 只是说如果你刚好会 那你的问题就解决 但如果刚好不会 那你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 有的时候真的会跟不会 时间效率相差 实在太遥远了 有没有 你会发现会的人 他做好了 不会的人 他还在做 对不对 所以 有的时候真的是 你把问题的答案找出来 其实很多事情就简单了 另外的话 我们在用什么 抗的相关函数 去解决 所谓的两个范围的比较 像黑名单筛选 有没有 那我们其实就用Konif 就可以解决 那Konif 他就是两个 给他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范围 哪个范围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样的条件 有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 帮你比对一下 这个有没有在那里面 也就是类似上 这个Email有没有在黑名单里面 有的话呢 那就是1 或者甚至大于1 如果重复资料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就0 因为刚好就只会1或0的话 那最后你再利用筛选 有没有 把那个E的部分留下来 那其实基本上你就查完了 现在相当简单 那这里的话 还有多学一个所谓的第一名称 把某个范围给他一个名称 配合F3去存取 OK 这个还蛮好用的 那影片的话也是在这里 所以上个礼拜 假设你某部分不太清楚的话 好 将来回去请自行再做复习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 其实你说难倒也不难 但问题是 你是不是能够真的遇到问题 你马上可以做出 你要的那些程式也好 或者公式也好 这其实倒就是这样 除了影片之外 云端白板里面也有 我们需要的相关参考 所以今天的话数学函数 那之前的上 那今天的话就是 黑名单筛选 那当然黑名单筛选 做完之后的话 上个礼拜讲的 其实这里面都有了 我们用con if 黑名单 黑名单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你也可以按F3 有时候我记得好像有同学 按F3 他那个功能好像跳不出来 清单跳不出 有那种状况 那怎么办 没关系你自己打 可以了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可以自己打 没关系 黑名单这个名称 就表示是那个范围了 OK 或者你记得了 记得用什么 用F3就对了 如果没有 像那个 有人现在是用那个Mac电脑 Mac电脑上面的按键 也跟那个Windows的按键 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上个有些同学 是用那个Mac电脑 那就要有时候 比较麻烦要找那个 那个Mac上面没有的按键 因为印象说好像没有F3 所以他每次怎么办 是要想办法 OK 后来我说不然你自己打好了 他要自己打 OK 因为Mac电脑上面没有这个按键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出一个连续的动作 当然未来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做完之后 最好可以怎么样 可以有 有两个按钮 然后本来有三个按钮 把它删掉一个 那我希望怎么 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资料整个带过来就好 那也就是说呢 我将来前面的查询名单变动了 那我之后我不用做任何事情 只要怎么 清除就好了 清除完之后再按一下按钮 那也就是重新再比对过 我只要把前面查询名单的资料更新了 那我不用做别的事 我说按按钮就好 有没有 OK 所以如果老板又给你新的资料 那你把那资料放过来 然后按个按钮 事情就搞定了嘛 对不对 那以往不一样 以往你可能 给你新资料 你又要重来一遍 那就当然很花时间了 而且如果你做完之后 这事情感觉就一直好容易了 那怎么做 方法很多 其实要不就是怎么样 我大概之前教过几种方法 一个就是你把什么 之前做的这些动作 把它录制成聚集 有没有 录制聚集 将步骤 就是把它录制成那个聚集 然后步骤的话 大概就是会有几个 一可能要切到查询名单 为什么要切过去呢 因为我们将来的按钮在这里 所以你必须有切的这个动作 要录进来 那2的话就游标放在这边 然后输入这个公式打个勾 有没有 打个勾之后向下填满 打勾 然后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之后 游标再放在B1 或A1都可以 然后利用资料里面的筛选 有没有 筛选之后的话 把这边留下1的部分 然后并且把游标再放在A1 然后Ctrl-Shift向下 选取 Ctrl-C 然后切到这个查询名单 的A1 就是再点一下A1 有没有 就是Range A1 点什么类的 然后Ctrl-V贴上 这样就OK了 那清楚的话呢 实际上也差不多 清楚就游标放在这边 Ctrl-Shift向下 然后按Delete 这样也可以啦 录制聚集 可是 另外当然呢 我要讲的就是 其实录制聚集 其实也OK 可是录制聚集总会有一些 我觉得不是 不是太 太好的地方 就是说 它录下来一定是按照你的什么 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有没有 就是反正它就是你键盘 怎么敲 它就是把那个动作录下来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程式可不可以不要写这么多 写这么多 感觉好像不是很有效率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 后面教各位 把程式再精简一下 可以让这个程式看起来更舒服一下 所以把程式 假设了 我不要用录制的 我自己写的话 基本上 程式大概只有这样而已 其实我们刚刚 我这个地方不是录制的 我这个是自己撰写的 自己撰写按下去 大概就跑一下 OK 然后呢 结果就过来 那其实呢 如果自己撰写的话 OK 程式大概就是只有自己行 大概就一个回圈 三行 再加一个筛选 再加一个把结果抠过来 其实就五行程式而已 但是如果你用录制去期的话 就至少会 哇 这么多 大概就 十几 超过十行一定有 OK 那你会想说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 录制去期是记录什么 记录你滑鼠键盘的动作 那如果你自己写的话 其实你不是去记录滑鼠键盘动作 你是去使用那个什么 LVBA里面的物件 去用它的物件去做那些事情 做完之后 把资料也许看 怎么样再转移到 另外一个工作表 所以这里的话后面其实可以学到如何跨工作表的运用 所以难度会比较高 待会再补充一下 大概理论上等一下讲的东西其实属于比较进阶的 OK 也就是说其实之前有同学问说我们这课有一个入门课 你们现在的入门出阶的那跟一个进阶的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其实最大的差别第一个就是我们出阶基本上主要都在同一个工作表为主 有没有一个工作表 可是未来你的工作可能会有多个工作表 有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案例是跨工作表的 有没有那如果是跨工作表那要怎么处理 这第一个就是多工作表的应用 比如说常常遇到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工作表你希望分割成不同的分类 比如按照业务人员分类 按照产品名称分类 你希望把它分割出去的话 要怎么分割 然后合并的话怎么合并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分割出去也可以把它合并回来 第一个就工作表的应用 多工作表 那第二个就是说不止工作表 未来还有所谓的工作簿 工作簿就一次有档案 比如说你希望把什么 把工作表自动帮你存成很多个工作簿的话 或者合并回单一个工作簿的话 要怎么做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再往外延伸 不是只有那个单一个工作表 OK 或是跨工作表应用 那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有关资料库的相关应用 包括就是说最常用到的 比如说像我要建一个查询系统 有没有 我有个输入关键字 自动帮我把资料调出来的功能 那要怎么做 其实以前我都已经可以了 但你可以用资料库 也可以直接把Excel当资料库 应用起来还蛮管 还有第三个 可能就是像网路 如果你要借由Excel帮你做爬虫的话 爬什么 爬网路资料 这个延伸性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再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上个礼拜黑名单筛选 先复习一下 那再来的话 你说还是会受限于录制聚集的程式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自己来写一个 这个VBA程式的话 我不要录制哦 我自己写 那该怎么写 待会再来看哦 好